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8日 这是今天第五场播报点名节目 刚才看到大纪元 有一个小视频 又播报了四起突发事件 一起是安徽的路外 发生了工厂的大爆炸 一家工厂突然爆炸着火 这个场面超震撼 给大家看一点点 人家有本权 你看 给大家看看 李克强的老巢 又是 还有爆炸症 但是因为是散雷的 然后我就突然发生火弹 安徽小公安是一工厂 工发爆炸大 又是李克强老巢 这说明什么 说明是 还是一场过渡 这个在绿地派就非西家军的领地里面特别多 这是安徽 陆安 还有上海江振明的老巢 你看看 鞋土路 重业重贵 鞋城 生产鞋的还是卖鞋的不清楚啊 也是突发大火 浓烟滚滚 不播放了啊 尊重人的版权 还有呢 还有呢 你看 你看 薄熙来老巢 重建 商业大厦 烧水 小龙 怎么样 是不是啊 都和内斗有关系啊 一个是地方官员 反习势力 暗中放水 底层老百姓不满 暴力反抗 还有 云南大鱼 尔海 大云南 大雁州 尔圆 凤与山 山火 老百姓又点着 点到云南去了 等等等等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类似像 武昌旗 遍地开花 是吧 正在经营当中 明天后天会有 不信你们在等着看 是不是啊 所以为什么 中共现在是 不敢报道啊 很少报道了 现在 你看包括 山东 曲线 发生了这个 恶行事件 杀人案件啊 到现在也没报道 一直字不提 接下来就太多太多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 这个 这么这样讲 在中共这个 在中国这个 这个 这块土地上啊 就是 祸祸了 十几年了 终于到了 统治的末期了 压不住的社会矛盾了 像地火一样运行 这真是 暗起葫芦 鼓起飘啊 这个 媒体啊都在晋升 但是老百姓现在 严守一级就 就同步报道 你看这些场面 如果说没有视频 你能相信吗 你肯定不相信 他倒是人造谣 这说明什么 说明啊 中共气速已尽 我看有很多人写文章说是 什么明朝 清朝 很腐败 能统治很多年 没那事了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 是吧 所以说 习近平感到 非常害怕呀 这是一个消息啊 你要不相信 明天 后天 还会有很多 就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动乱当中 全面的动乱 止不住的动乱啊 还有一个信号 是吧 今天媒体报道了 李嘉诚 预判到了什么 这篇文章 他只提出了问题 我给你回答回答 他预判了什么 李嘉诚 大都是超人 是吧 没有人比商人更聪明 或者更狡猾的 人不狡猾 也能赚钱 买的永远没有卖的借 所以人才能发点支付 是不是啊 什么这个跳楼下 那个打来打去的 人家肯定赚你的钱 人家在做生 是不是啊 你看李嘉诚 现在让人盯着 李嘉诚 现在举动非常寻常 这是海外的万维网的消息 讲到北京东四环 叫豪宅项目 叫于翠元 即将开启运售 说23年呢 李嘉诚又爆发了两个大新闻 说这应该是李超人 在北京最后一个项目 合计黄埔已经囤了22年 合计黄埔是李嘉诚 下边的企业 你看我早年 闯到深圳的时候 那时候傻了八戒 东张西望 到很多大楼里 去找那些 这些就是 这些朋友嘛 是吧 去看那些牌子 那个牌子不就合计黄埔 当时咱们都觉得 是干嘛 那是 到处找人问 原来是香港的公司 原来是李嘉诚 那时候都不懂啊 在嫁闭路那边 是吧 去了好多那个 就是那个 大萨呀 那时候我看那楼 一个个都是 这个灯红酒绿的 就好奇的 聊不得 是吧 到那个楼里 去看那些广告 插那些标志 那些牌子 去找那些 别人介绍 的朋友 想在那做点事发展发展 是吧 那是筹备 香港冻北半啊 讲这挺有意思的 哎 这篇文章讲的 囤了22年不囤了 01年合计黄埔 拿地花了7个亿啊 楼面价只有1750块 同地块陆续开发 两个项目入室 如今 这两个项目的 二手房的价格 都涨到了9万多 就一平米啊 结果新项目呢 平均价也在9万左右 这是他拿地的51倍啊 人家怎么能赚钱 人家有个脑子 便宜时候拿到手 完了 这一包装 一策划 一上市 一忽悠 发好几个梗头 人赚得 铺满盆满 完了呢 买房的人 变成了房农啊 终生都在 什么不复前进啊 是不是啊 见到他 还要投出 崇拜的目光 这一天已经结束了 怎么结束 习近平诞生在 这个中华 中华的大地上啊 这个 可以这样讲 被西家军吹跑 所谓百年未见的伟人啊 所以这个富豪 各个反战心结果 最害怕的香港老板 就是李嘉诚了 为什么李嘉诚 跟习近平早年 在不见识不牧关系 是吧 所以李嘉诚 为什么要逃 告诉你这两个原因 一个是呢 就早年和习近平不牧 他知道习近平这个人 牙齿必爆 给人家整的 现在不整的 也整在后代 假如习近平还在位的话 一定是这样的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你想 大家点击网 就可以看到 大概可能是98年了 在福州的时候 他们俩人 那时候 就李超人 虽然你做生死超人 你看政治人物 你还是不行 就和李锐一样 没看好 是吧 被习近平的那个 憨厚存仆 这个 甚至有点傻的 就欺贴了 那不是 那是叫什么 潜伏转案者受惑 就他爹学的 他爹忍了18年 你想一年学一个招 18个招不玩死你 是吧 你虽然在商场上 你吃啥风云 你在政治舞台上 你还是欠缺 人各有特长 所以这个 李嘉诚没看透戏评 能成为今天这样的角色 要是这样早年还不早 是你要什么项目 我就帮你搞这么项目 是吧 当他没瞧起戏评 没想到才能上来 好多人都没想到才能上来 包括何立峰 我哪能想到他爬这么高的位置 其实何立峰也是看着在厦门的时候走的时候太可怜了 一个人送就没有了 别人送送你了 是挺有意思的啊 你听着早年那些就是明德的啊 这个福建的就啊 福州的讲讲 下面讲习近平的早年的功识 这绝对是香烟 我都用试验功识讲讲 羽毛球的事 我讲这个习近平主要讲什么了 是吧 要跟讲于李嘉诚害怕了 这是一个原因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李嘉诚每一天看咱们这些节目 包括咱们这个节目 很多的国际实施 他得出了结论啊 就中国这个经济建设 就中国这个国家 只要西方不下台 我跟你讲 这个将来的前景是越来越暗淡 没有没有最大 只有没有审办 暗淡 没有更暗淡 说啊 你看今天海外媒体报道消息 五角大楼啊 追加国际预算啊 威慑中国项目飙升了8%呀 你看这里讲的 讲的数据 美国国防部 本周早些时候将2005年的财年呢 太平洋威慑抗议 这个预算的请求啊 这个增加多少呢 8%了 同期美国整体的国防预算 增幅为1% 美国国防部奥斯丁称呢 日益嘟嘟逼人的中国 是未来一年 美国国防开支的主要的焦点啊 你看是不是啊 这个其实讲这个事情 你再看 发广一条头提是什么 连续四年 中国被美国人视为头号敌人 是不是啊 讲的也是这个事 就盖洛普在2月1号到20号进行的年度世界事务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 美国人 连续四年把中国看了什么 中共国看了敌人啊 是吧 议员也讲了吧 所以习近平领导家的政权是什么 设了世界头号的法基斯的国家 是不是啊 你在看川普 这个在这演讲的时候 这些人哗哗哗哭掌啊 说他上来以后将对中国国加税多少多少 你看老百姓啊 啊 不这样 哼的呀 牙根痒的呀 就像我讲70年代我下乡的 新亚洲农 讲的共产党的干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那时候你想我还在喊愚昧的 你还下乡 老农民给他一瓢水喝的时候 那老农民坐在炕上 炕头上 掏出燕带锅 在那个腿上站一砸 说提取共产党的干 我们恨死压根压 他们压百姓 你说这多少年了 这共产党该不该垮台 该垮台 李嘉诚也知道 是不是啊 回到李嘉诚这事还没讲完呢 李嘉诚 他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开始卖了 要跑路了 人们都开始猜测 你想一想 他说还有一条 也是曲折的 讲到另一个项目 在香港投下了深水炸弹 他在香港还开始卖 上海也是糊涂 中介突然接到通知 李嘉诚旗下的长安 在上海的项目叫高尚领域 又推出73套新房 超人超人超人 你把你口袋的东西都掏出 要卖要跑了 他卖的价格特别便宜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上海四大副中心 自己投脱真如 距离地铁400米 楼下就上一届 周边同事的界面也很新 五年前开盘的时候 卖的火热 认筹比 认筹比高达106% 这73套房子的预售证 还是五年前那张 价格也是之前的价格 九万左右 面积也和五年前一样 从83的两句式到160的 平方米的四句式 他就讲这个房子 现在打八股折了 说这说明什么 把事不妙了 好朋友不经常 你做生意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你 王老板哪 事情不好了 跑吧 那个年代不经常的吗 动不动 当官内动 抓这个民营企业家 就接着电话了 歇一家 家都不回了 这幸亏护照带了 这撒带就跑了 好多人就这样 因为这个跑吧 命捡了一条 一落人手 黑手会就墙壁了 你逃出这些 回来以后 又回去做生意了 谁倒几个是吧 我接触就两个 回去做生意 又发达去了 你别着急 只要你跟我党混 这一波 你逃了下 不然还跑不了 就共产党是犯领不忍人 我就跟你讲 因为那个官员 他都是任期制 是吧 他虽然是习近云是中生制 是战事中生制 也是短期的 我跟你讲吧 也干不了多久 在这垮台 一般地方官员 每到十年五年 最多十年 一般的五年就换一场 换一场上来 就像整前一场的领导 给他找成腐败分子 对不对 你整腐败分子 就是找人政物政 就是抓民营企业家 一定是这个规定 所以这有啥奇怪 那个李嘉诚看的是大事 一个是他俩早年不睦 和这个习近平 两官员没搞好 更重要是什么 他看现在是国际环境 就习近平这么穷得着 我跟你讲吧 战争就在原前 你知道吗 所以李嘉诚知道 赶快卖了吧 再不卖 这个有个三长两短 这么大年龄了 是吧 这么巨额的财产 富人不都是这样吗 就心疼钱 想把财富 留给自己的后代 千秋万代 想过着穷舌机遇的生活 不都是这样吗 无不了三代呀 再忙活也没用 我就跟你讲吧 是不是啊 他心想赶快就转出去 一旦有个什么事 只要习近平在台上 说不定什么时候 给他翻脸了 基本上他不在 他也会整他后一代 是吧 他害怕呀 这才是关键 所以能卖点钱 就卖一点 人不都是这样吗 所以这个习近平 给中国带来了 中国的老百姓的未来 带来了什么 巨大的不确定性 是为什么现在老百姓 叫通俗 不是不敢花钱 也不知道他到底 能混多长时间 是吧 人人都盼习近平 赶快辞职下台 他这非要继续干下去 是吧 他抓的都是别的 你看今天又抓了 一个人 对吧 人们都在猜测刘耀进 刘耀进也值得讲一讲 你看我看刘耀进 一倒台以后 很多人都在猜测刘耀进 是谁的秘书 一会是孟建柜的秘书 一会是郭生坤的秘书 你不管是谁的秘书 肯定都是飞职下去 这是肯定的 肯定都会两会有关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两会的代表 是不是 两会的委员 政协委员 对不对 不顾及 你看大纪元 转发了一篇文章 还中央社 原发的 就电影作品 为他歌功送得 孟建柱 前下属作法 其实就是对比派 就那伙人 说长期在 中国公安任职 复顾及的前政协委员 刘若敬 因涉嫌严重违据 违法接受调查 那就证明 这次两会 有一些人 你看到那是他报道的会议 他私下的小会儿多着 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讨论 你看我参加过 黑龙江省 好多省市的地方 这个政协人大会议 有的时候吵着一塌糊 就为了市长 副市长的名额 为了委员的名额 争吵不休 争吵完了 到此有个人裁决 这当地昏得好的人 都别吵了 就这么定了 他说什么 没运了没聊了 晚上饭 晚上都准备好 别吵吵 他报道吗 都不报道 报道这时候 都是形式的一片大好 党横团结 一致选出 谁谁为市长副市长 实际上花钱的登上去 选上了不假 但是钱币的到位 一分钱不能少 是不是 这就证明 这次两会 发生了很多内幕的斗争 只是没报道 内幕当中倒下的人 不听话的人 让习近平翻脸的抓了 是不是 一个是李显刚 这就留着劲了 这有什么奇怪 至于说他是 郭声琨的部下 还是孟建柱的部下 这都大概率 都是对地派的部下 一定是对习近平不满 想救党的这批人 他们也不是为了 中国人民主法治 他不是 他为他个人利益 因为他救了党 他就可能继续保持 他这个丰厚的 这个俸禄 对不对 大概率是这样的 所以这篇文章讲到什么 就原先这个刘耀进 以前是很有名的 曾经破获的案子 后来被排除了电影 迷攻和行动 你看哪个不是 所以李显在那边 也破了很多案子 那个权力给你 你都能拿国家去破案 是不是 他就讲到这个刘耀进 是65岁啊 讲到他个人的简历 这个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的 今天唯一的新鲜事 就是报道了 他当年在公安部禁毒局 工作的期间 带领作案组 成功破获了一亿年的 金三角 中国船员预期案 后来呢 这个影视界界拍马屁 就拍了一部电影 叫梅公和行动 我没看过啊 听出了 导演是林朝 林朝鞋 是中国几年前 曾大力的清洗公安系统 他就讲到了 这个水里军复正话 其实他的清洗 这个最大的清洗 就是这个信号 就是习近平上了以后啊 先叫王小红到河南 先去挖这个 李克强的老草 挖完了以后 回到北京了以后 他就开始派一个 叫雪未平的进公安部 当纪检组组长 当了好几年 不声不响 习近平为什么能 把这个原老子都骗了 上来 那就和他这有关 你这特别善于隐藏 他一看他不能 他不敢 刚上去马上动公安部 因为公安部里是掌握枪的 下边多少人你就想想 那个体系那么庞大 当时如果他像现在这么干的话 他就自己的翻船 所以他不着急 他慢慢是薛未平先进去挖好了 哪些是队里派的一个仙人 是吧 一步步证据都给你收集好了 然后将薛未平退下来了 到这个建议有为基金会了 是吧 因为那里是可以挣钱 也给他好好安排个交赛 然后又往里派人 擦死他 不断地擦 甚至后来把这个 这个重庆的政协主席 这个张宣调来 是吧 就习近平知道张宣 这个女人是一个见人讲人话 见鬼讲鬼话的一个女人 是吧 整人又狠 过去在法院干过 是吧 你看薛未来来了 他见 看薛未平的眼神 那真是呢 那饱含着深情 看着孙政才儿 他也饱含着深情情 看着陈明儿 他跟着眼睛不亮 这么个女人 他可以利用 对不对 他就用他到这个 公安部集团组当处长 给赵克志好一顿整 你看 这只不可以利用 现在不又回重庆了 就没刷张宣 张宣其实也没少贪 对不对 那从天 我接触人多 哪个官员不花点钱 他不花钱 他当官干嘛 当官入党 深官就是那个法财 他在深官 是吧 无力不取早 是吧 这习近平利用了 他把公安部这事都 整的差不多少了 是吧 稳稳当当当了 给赵克志收拾了 是吧 你看他玩得非常高 一点让王晓鸥上来 你王晓鸥刚开始不行 他不了解情况呀 所以你看这个刘晓鸥这个 他其实早就盯上他了 他要看他有些什么动作 这个如果说刘晓鸥一直假装 就是这个两个维护 两个确定 是吧 他就像那个龙宗那样 可能也就免于这个牢狱自在了 就是因为这个他可能这个人还有点正义感 是一看你这样整个去党和国家玩了吗 多得有点良知 我叫孙立军 是吧 也想跌覆跌覆习 那习近平肯定要在收拾他 我这得是这个原因 至于说 他那个什么 排这个电影 那个案子 说心里话 要把任何人调公安部 给一个副部长 干的都能破案 那底下人破案的 你看那个 那个叫聂什么 那个那个杭州 这个浙江省公安厅 那个那个行政 什么美女 什么神探 那个女人叫聂海芬的 是吧 那就那是个大胡友 那是什么东西 你说那是个烂户 整一些那些 警察们是吧 给他破案 跑腿 还制造了张家鼠之案 你看他一部 也不检讨 也不盗窃 是吧 也没事的 其实他应该抓起来 他制造那么一个 名正眼路的 这个冤假策案 被人压了十多年 他也没有脸 那个叫聂海芬 聂海芬 是吧 这中共提了一下 你说他有啥本事 那就因为他长得漂亮 脸皮厚 完了他就笼络 这些公安里面 那些老爷们们 是吧 在那里搞那些名堂 你就想一想吧 就想一想他们破案 怎么破的 他根本也没破案 就是他具有组织能力 那上面他能忽悠 上面领导 是吧 把那活拿到手 因为那活就是什么 大案的分配 大案就是活分配 所以你就牵头 组织一帮行政专家 因为公安里边 人才有的事 你得承认 他们里边 侦破案件 整人绝对有一套 什么人才都有 我跟你讲 还有专门找整文字案 还有专门 怎么从这个 挑拨夫妻打架 你看这个木随心 那个案子 不得行吗 网上都报道了 我给你们提示提示 你就是 木随心 他老公叫 贾贵人 坚决不坚决揭划 这个木随心 最后有个专家讲 我十分钟就让 贾贵人 坚决揭划 这个木随心 还怕拿出一个小视频 给这个贾贵人看 你看你老公 养个女的 不是一个 因为他以前 那个木随心 有这个事的时候 当地的公安 那个国外都透露了 好多存党的 调识就完事了 你不要放 这个贾贵人 哇一声 第二天开始 蒙检局这个老公 终于把老公整垮 老公最后 不在大连 大连那个医学 警司房逃着 这才几天的事 你们都忘了 老木判刑 站在这个地方 我也在那站 站在一站 是吧 就那个前面 有个小男人 在那受审 你们都站在那里 老木也站在那里 老木就死了 说梦马大案 你们都给他忘了 木随心 是不是 这个马相动 就共产党这些官员 共产党要抹黑声音 有的是办法 是不是 所以现在刘耀信 也是一样 给你抛弃了 人们就开始 马上就给你过去的事 就讲出了 是吧 湄公盒的 这个事 那个事 香烟的故事 也都出来了 是吧 这都是常态 你看以前 就王立军 这个孙立军也是 孙立军 你看那个 倒台之前 是吧 还有个照片 在重庆 这个 两个 这个景观 是吧 一起宣示 对党纵称 刚宣示 完了以后进去 那到底这个照片 是真的还是假的 永远都是个名 是不是啊 孟虎伟也是啊 孟虎伟走 抓子前汉 给老婆罚了个小刀 一把刀子 是吧 就看这些 一出一出的故事 从孙立军到王立军 我不写过一篇文章吗 三军过后 静开眼 是吧 就共产党这干妈 刘要进这家去 完了 又整进去 其实有什么用 关键要政治体制改革 不要让共产党权力过大 是吧 权力给他那么大 他能不犯错误吗 是不是 你就看习近平 这个统治到了末期 不仅是老百姓 在民怨沸腾 到处点火 而且什么官场内斗 互相撕咬 不择任何手段 是不是 你看多么激烈 又整出好几个来 好 据说刚开始 是不是 还要抓很多 本人认为 这样搞下去 你不但不能治理腐败 反倒是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 因为什么 他公布这些事 一半真一半假 就像老木 我跟你讲 那是真的 但还有很多事是假的 是不是 你就想一想吧 你要不内斗 人家那个穆随心 你想一生前 那是美男市长 你看杨兰采访穆随心的时候 你看看那篇文章 杨兰崇拜的 那穆随心确实 一表人才 我见他两次 那省建设厅厅长 老木 确实潇洒 一举一动 那真是 不过起来 有风度多了 我跟你讲 这比有谁 怎么样 也是死在 应年早逝吧 死在那个 就长崇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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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是吧 这才几天的事 人们都已经遗忘了 说是中共啊 这个 习近平统治下 这个中共 除了习近平 别人都是草稷 真的 你说哪个人 有什么权力 你都不知道 自己未来怎么样 你包括 那个 这些异议人士 你看这么有名 刘晓波 彭宁 我刚 我刚刚 看余杰 鲜片文章 也讲到了 是吧 那不都死在监狱里 老板 徐明 也死在监狱里 你能讲什么原因 你这个 还有 这个 在这个 李洋 骑在墙头上跳下摔水 要什么 是不是啊 那不都是 郭文贵也讲了 郭文贵也没有了 你就想什么原因 就是法治啊 党不能管司法 司法的管党 司法独立才行 对吧 否则没有可信度 你想这个 刘晓晋 咱们一边这个案 到底怎么回事 是吧 就我猜测 这两会上 习近平发难了 习近平大弄 两会一结束 就开始抓了 给大家看 刘晓晋 再过几天就好 开那个什么 审判那个会了 是吧 派行的时候 把小私评 保证是这个结局 刘耀晋不上诉 认罪服法 接受改造 把印度态度 极其好吧 判死缓 那个 不减刑 不假释 不得减刑 不得假释 但是你别忘了 有一条 你们都忽略了 从来没有人 写的 不许保败就医 你加了进去以后 种种的政治需要 说不定就保败就医了 对不对 比你看到 白安培 这也是 不得减刑 不得假释 还有这个 赵正勇也是 是吧 那都大忽略啊 这括号里边有一个 可以保败就医 保败就医 随时就保败就医 有病了 没有病 给你编个病 没有癌 给你编个癌 就保败就医了 是不是 这共产党 这个政治体制 我跟你讲 这是吓死人了 你深入了解了解 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国家 能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腐败越反越腐败 原因是什么 原因根子就在最上层 你就想想 欧盟的领导人 来到中国 给习近平提一些 提了一个人 叫福大牛 拿去了 习近平他都不想 抓福大牛 你给我讲一讲 是不是 那不就习家的吗 必定权力高度到 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一个家族手里 一定是财富 这些机会 发家支付机会 也上他那个地方 游去 必然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 一定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个腐败又造成他 什么呢 他不敢下台 一定要抱住权力 到死都不愿放弃权力 为什么 他下台以后 人该算总账 清算胆 是不是 他抓官员 也是由于官员腐败 才好抓 官员吹捧他 违心吹捧他 也是因为怕别人抓 才吹捧他 他整官员抓人 疯狂的抓 不搞法治 也是因为他自己贪 对不对 这都是一个题目 一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为什么 现在老百姓的抗争 风起云游 那就是什么呢 这个没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社会转型的 一个机制 上于美国 加拿大 像台湾这样 台湾你看那政党轮替 没有轮替这次 但是权力交接 还没交接 520交接 交接以和平方式 为什么 还有个机制 就有个办法 大家不杀人 不搞冤假算 这个只靠什么 靠选举 选举完就交接权力就行了 这次你看再过几天 520 蔡英文肯定就会 把权力交给 赖清德了 那一样 你能再干四年 你干不好你就轮替了 那肯定国民党就上来了 对不对 那不很好吗 那你共产党为什么不学人家台湾呢 你还打台湾 打什么台湾 还统一台湾 你应该学起台湾民主 这个和平转型这个机制 对吧 转型正义 学了以后 在整个生活 都说民主转型 政党问题 哎 你共产党这八千万党人就救了 对吧 中南海南院北院就不会遭到情散了 包括吸引您 下了以后 你们就把权力给别人 让别人做 在野党 是吧 你共产党变成一个正常的党 接受监督 这就好了 他不干 他非要成到最后 是吧 所以现在已经完了 实际上 他不听劝 已经完了 为什么 现在因为现在一场革命 新海革命正在中国土地上 如火如土即行 对不对 你掩饰这个不报道 这只能家属灭亡 为什么呢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你这个沙虎还能 突然间到处都找 光那个云 光这个 这个贵州就整个神 一个省招了一半 现在云南又招 又招起来 那不就是底层老百姓 没有一个途径表达 这个改变社会的 反应诉求 这个渠道 他没办法 还导致这个暴力事件 是不是 暴力事件 用加剧的工党被垮掉 真的 我们正在见证这个过程 好 谢谢 再见